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五号下午来到他所在的云南代表团 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李强在听取代表发言后表示 赞成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指出 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这些成就来之不易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我们要从我国发展走过的极不寻常历程 取得的极不平凡成就中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李强强调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突出做好稳增长 稳就业 稳物价工作 推动经济运行 整体好转 要继续做好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 要努力扩大内需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 着力抓好青年 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李强希望云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努力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上 不断取得新进展 家计可不断取得战感 理计便宣告